成功者思维 十个自我提升技巧 您可以利用这些 自我提升技巧 作为提升自身作为的纲领 一 旅行 现在去各国游历已经简单许多 好好利用这一便利 开始你的旅途 您会遇到有趣的人 看到不同的地方 感受自由与独立 特别当你单独出游时 二 善事善终 不要半途而废 完成一件事情 可以提升你的自信心 自我激励 很多人没能做到这点 同样他们也没能取得优秀的成果 三 克服恐惧 恐惧是唯一能阻挡你前进的东西 想要克服恐惧 你先要感受恐惧 然后想办法克服它 好好体会这一点 只有如此 方能克服恐惧 最终你会更自信 更能因时而变 你会常常回首过去 对过去害怕的事物一笑而过 四 改变一个习惯 至少彻底改变一个习惯 举个例子 如果您每天晚起床 设闹钟让自己早起一些 这个并不简单 但如果你坚持三十天 这项新任务将成为你的习惯 五 投入多一倍的时间去从事爱好 尽可能多的抽时间去做你喜爱的事情 这也将不断地改善你的身心健康 不认 行 许你还能依靠你的爱好赚钱呢 六 多微笑 你会感觉更好 美好的事情也会不断找上门啊 简简单单的一个微笑 会给生活带来很大的改观 你所需要的 仅仅是从现在开始去做 七 倾听你喜爱的音乐 这会让你更开心 更能激发你的灵感 灵感对创意可是必不可少的 八 阅读自我提升的书籍 提前为你下一步的提升做好准备 九 摆脱无用之事 把家中没有的东西全部清掉 这会给好的东西预留空间 也同样能改善心情 你会感觉更安宁 更有创 造力 使补充足够的水分 保持肌肤的柔滑 排除体内的毒素 使自己更加健康 这对心理健康也同样有帮助